可控核聚变永远在等30年 即使一个玩笑也是一个魔咒 压在迫切需要改变能源结构的地球人身上已经太久了 你看再等的话北极的兵都要化完了 但是看起来想要破解魔咒依然遥遥无期 Ether相信你或多或少都是听说过这个的 这是一个正在法国南部建设中的迄今为止野心最大的可控核聚变装置了 已经将35个国家兜了进来圈了数百亿美元 但是最新的估计要到2027年才能够完成主反一堆和第一个等离子体的建造 然后到了2035年才可以实现全面的运行 不过到那个时候它就能够开始发电了吗 显然不会因为人家的身份就是一个测试用的装置而已 不是一个能够用来发电的电站 这么看起来好家伙 即便Ether能够顺利建成然后顺利测试 最后再把研究成果顺利的商业化至少也是2050年之后的事情了 可控核聚变再等30年依然是成立的呀 是不是心都凉透了 好接下来我就要给你来几剂强心声了 也许实现可控核聚变根本就不需要再等上30年 甚至也不需要再等上10年 仅仅在未来的几年之内就有可能会实现了 为什么 因为思路不同 好所以今天的内容咱们就来了解一下传统的可控核聚变思路 也就是Ether所使用的思路来跟那些年轻初创公司所提出来的 全新的思路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 以及为什么后者反而更加可能成功呢 来咱们先看传统 词约束聚变 它有一个叫做托卡马克的 长得像是一个甜甜圈一样的装置来完成的 说白了 其内部的环境就是在模拟 不应该是准确说超越太阳 我们都知道 自然界中大规模核聚变反应发生的唯一地方 就只有在恒星的内部了 大致让恒星的引力在那儿产生了必要的密度温度和时间 并且还能够在核心当中保持这种状态 以便使原子核之间连续的发生结合在一起的聚变反应了 持续燃烧输出能量 这种连续点火不熄灭的条件被称为劳森标准 实际上是非常难在脱离恒星后实现的 这也正是我们现在听到某某人造太阳能够点燃多少多少秒之后呢 就兴奋的不行的根本原因了 因为你硬件条件实在是跟人家恒星差得太远了 在恒星上其包裹核心的所有层都能够充当绝缘层和能量交换器 它们一方面维持了恒星内部完美的点火环境 另外一方面又将核心所产生的伽码射线和高速中子 逐渐转换为能量较低的光波和原子核运动 也就是热 因此当它们到达恒星表面时 这种能量就可以以红外线和可见光的形式发出 为我们星球的生物圈加热和提供能量 还可以为我们提供光伏能源了 其实我们要的以及正在做的努力呢 就是在地球上还原这个天然的过程罢了 但你一定是想不到的啊 其实我们要做的比恒星它自己要做的都要多很多 因为你别看太阳内部动辄上千万摄氏度的高温 其实它的产热效率是很低的 就连跟我们的身体比起来都是不如的 一立方米的太阳核心 聚变时只能产生大约275瓦的功率 而一个成年人稍微运动一下 就能够发出超过300瓦的功率了 太阳之所以厉害啊 主要得益于它既有体积又有时间了 所以单个低一点又能怎样呢 但我们不行啊 受各种各样的条件的限制 我们能造的甜甜圈它只能有那么大嘛 而我们还要的不只是能够点燃它 更是要能从它那儿获得额外的能量才行啊 于是就必须要以超越恒星内部的标准 来设计和建造托卡马克了 难啊 它不是一个人造太阳 而是一个人造的超级太阳 好 具体介绍 托卡马克是一个环形的聚变式 在圆环的周围密布的全都是磁线圈 它们可以产生非常强的磁场 压缩并控制中心炙热燃烧的等离子体 使它们在那儿持续保持正确的密度和温度 创造出急迫吃力实现原子核之间聚合的条件 它目前呢是有几个大问题需要解决的 第一 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如何让它保持燃烧了 我是可以在一开始靠输入大量的能量 加热等离子体点燃核聚变 但如果这样的聚变在之后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维持下去 还要靠我不断的往里面继续输入能量 那我要它是干嘛呢 只是点火来玩的吗 显然不是嘛 但问题就在于 无论约束等离子体的磁场有多强 或形成的有多好 它总是会碰上漏网之鱼的嘛 因为围绕着磁场线盘旋的真电子核或者离子呢 会发生碰撞并散射 最终难免就会漂移出磁约束的场地了 而要是漂出去的燃料多了 燃烧不就无法持续了吗 唯一已知的解决方案呢 是使反应堆更大 这样散射的离子呢就需要更长的时间 才能够到达等离子体的边界 因此在此期间呢 还可以发生更多的区变 有点简单粗暴吧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ETER为什么有六层楼高直径 也有同样差不多的六层楼那么大了 它就是为了给等离子体提供更大的包裹空间嘛 可不过就算是这样的尺寸 仍然不足以维持等离子体的持续燃烧 并带来能量啦 只能算是一个更大的测试装置而已了 好 这个问题呢还需要未决 接着呢 第二个看起来更加实际的问题就来了 就算是我们能够持续点燃里面的核聚变了 那该怎么提取它所产生的能量出来呢 哎呀 这又是另外一个笑话了 即便人类科技发展到了现在这种地步 咱们还是得要靠烧水来提取其中的能量的 托卡马克装置呢 使用刀穿聚变成氦的反应来产生能量 其中的大部分能量会以快速高能中子的形式释放出来 中子呢是个不带电荷的电中性粒子啦 所以不会加热等离子体也不会受磁场的限制 一旦产生就会到处乱射 于是我们就专门为它准备了厚厚的防护罩 让它打在上面给防护罩升温 再用这个温度呢把水蒸发成水蒸气 从而为涡轮机和发电机提供动力产生出我们想要的电力啦 不过问题就是啊中子的持续轰击呢使屏蔽材料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退化 并变得非常具有放射性 可以拆除更换和处置都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啊 这个我们也没有想得太清楚啊 而且看起来它好像也不是那么清洁了 对不对 好第三核燃料的获取也是个问题了 目前我们使用的是刀穿聚变反应 理由是它们发生在所有可能的核聚变燃料的最低能量状态 和最低等离子气温度下 因此更容易点燃和保持点燃 然而穿在三界中呢是没有大量存在的 它需要在核反应堆中制造才行啊 以我们今天的生产能力 我们都无法制造足够的穿来维持 为Eater提供动力 就更别说规模更大数量更多的 需要实际发电的可控核聚变电站了 所以听完我这么一说 你是不是瞬间就觉得 哎呀30年看来都是一个很乐观的估计了嘛 你那些号称几年内就可以实现可控核聚变的初创公司 是不是全都是写PPT出身的呀 好是不是呢大家自己判断啊 我只是把他们的思路和做的事情分享出来就是了 第一个分享的是一家叫做Hellion的公司 他们的思路可以说极具颠覆性啊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也觉得都21世纪了 再继续烧水实在是有点不合适嘛 就提出了一种更为直接的能量变现途径 并且大胆的起名叫做直接能量转换 意味着他们将要跳过烧锅炉 转涡轮这些传统的步骤 直接把核能变为电能了 哎呀好家伙听起来就不明觉厉对吧 直接呢就意味着简化 简化呢就意味着高效 而且据他们的创始人说啊 这种方式能量的转化效率可以高达90%到95% 哎对比之下普通核电站只有30%出点头啊 厉害了 那他们是怎么做的呢 哎首先啊 跟托卡马克的甜甜圈造型不同 他们的装置呢 是个哑铃的形状 看起来就健康了许多 然后呢 燃料换成了刀和氦3的混合气体 从两端注入后 通过电磁辐射来加热成炙热的等离子体 这两个等离子体在磁场的约束下 排成环状的队形就位后 接着瞬间被推往装置的中央 以超过100万英里每小时的速度呢 碰撞在了一期 所以本质上啊 它就是一个粒子加速器嘛 在碰撞的同时呢 磁场还进一步的加大 为压缩再给了一把粒 实际达到1亿摄氏度的聚变温度 在此温度下呢 刀和氦3的离子的移动都太快了 足以克服原本会使它们分开的排斥力 融合在了一期 于是就释放出了多余这个聚变过程 所消耗的能量的能量 随着新的聚变能的产生啊 这个已经结合成一个整体的等离子体 也开始膨胀了起来 它把磁场往回推了 好 重点来了 根据法拉第定律磁场的变化会产生电流 于是黑链要做的啊 就是不断的制造这样的两股等离子体碰撞 并将它们聚变后 推动磁场发生脉冲形式的震荡 所产生的电流回收起来 直接利用就好了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当然效率就更高了嘛 而且呢 它还有一个明显的优势啊 它不需要持续点燃啊 你看它只需要这么一下一下的脉冲就好了 所以直接越过了一道 卡住无数人的鸿沟啊 才让自己有胆说 可控何俱变 我十年内就给你端出来啊 另外作为初创公司 它们的打法也跟国家队完全就不一样啊 这点呢 就有点让我联想到太空领域的SpaceX了 它们都是小不快跑迅速迭代的 黑链同时运行着很多个原型机啊 每一代之间的时间间隔呢 都非常的短 所以就能够快速的验证想法 测试错误 升级迭代 然后持续不断的朝着目标慢慢靠拢了 你看它今天不管怎么失败都是没有关系的啊 关键是通过滑掉这些失败的选项之后呢 它能够更快的跑通这条路子啊 就像在SpaceX之前 谁能够想到火箭回收能够这么快就实现呢 好 第二家比较有代表性的公司呢 叫做通用巨变 虽然它还是采用了烧水推涡轮的传统转化方式 但是其核反应队的设计思路呢 还是很有意思的 用大量蒸汽驱动的活材压缩位于密封舱里面的高速旋转的液态礼仪和前的混合物 然后将刀和船注入这个高压液态金属空腔之内 使它们融合并释放热量 热量呢 先是被四周的液态金属吸收 再被送到热交换器去烧开水 烧完的开水变成蒸汽推动发电机 电鱼式也就被生产出来了 很简单吧 听起来就像是一个大号的柴油发动机嘛 只是需要掌握的知识层面高了点而已 当然还有另外一些创新公司的创新手法 比如把核燃料当成目标 拿一门电磁轨道炮来轰击等等 咱们就不展开说了 总之随着更多深知灵活的玩家入场 更多追逐利润的商业资本的投入 我们真的是更有希望比想象中快一点 迎来可控和巨变的时代了